大家好 今天啊我现在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那个啊 他们现在有很久以前啊几年前他们已经有发出那个啊吸管啊 就是你喝水的时候那个吸管啊 他不是有用那个aluminium啊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吸管啊 其实不锈钢吸管呢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就是他其实是跟你串烧啊或者是用sate的那个汁啊 那个那个那个树枝啊 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 他在喝水的时候呢不小心呢 如果你在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呢 你这样子喝 因为这样子嘛 你这样喝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 为什么我会建议说如果要喝吸管呢 或者是那个水草啊 我们马来西亚叫水草啊 他们有些叫吸管啊啊 最好不要用不锈钢的啊 他们有时候发明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想说啊 这个东西可以用的很久啊不需要浪费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是硬的啊 他会他会死 如果不小心的话会穿进你的喉咙 会导致那个人受伤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是已经有人发生 已经有发生了的事情 几年前已经有人发生事情 他这样子 其实跟你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是个就是像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这样插到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买吸管啊 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要小心 吸管或者水草 不要买不锈钢的 你普通那种塑胶的还好 这种吸不锈钢的会死人的啊 这种真的是很危险的啊 筷子拿来吃还好 如果你是用吸管的话 最好不要啊 不好不好用这个东西 我们不需要 不要买一样东西来害我们自己 哦 好 就这样子 大家好 今天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关于那个 啊 他们现在有很久以前啊 今天他们已经有发出那个啊 吸管啊 就是你喝水的时候 那个吸管啊 他不是有用那个 aluminium啊 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吸管 其实不锈钢的吸管呢 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就是他其实是跟 你串烧啊 或者是用sate的那个汁啊 那个那个那个 树枝啊 啊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 喝 喝 因为这样子吧 你香喝的时候呢 他不小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 为什么我会建议说 如果要喝吸管呢 或者是那个水草啊 我们本来现在叫水草 他们有些叫吸管啦 好 睡好不要用不锈钢的 好 他们有时候发明东西的时候 他们只想说 这个东西可以用的很久 不需要浪费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这个东西是硬的 他会 他会死 如果不小心的话 会穿进你的喉咙 会导致 那个人受伤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是已经有人发生 已经有发生了的事情 几年前已经有人发生事情 他这样子 其实跟你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好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是跟就是像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这样插到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来的 所以大家 如果买吸管啊 吃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要注意要小心 吸管他的水草 不要买不锈钢的 你普通那种 塑胶的还好 还好 这种锡 不锈钢的 会死人的 好 这种真的是很危险的 好 筷子拿来吃还好 如果你是用吸管的话 最好不要 不好 不好用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买一样东西来害我们自己 好 好 就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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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